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请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 河南省开封市周桥及汴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周润山 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周桥明月 好各位故事文明有温度让我们分享古老的秘密 让我们踏上发现的征途 欢迎各位来到考古公开课 欢迎六位学员的到来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 周桥及汴河遗址 它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多的线索 大家来猜一猜看 比如说赵匡胤 王安石 李清照 林冲 比如说出口成章 出人投地 大家能想到他们相互之间 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吗 这些人还有这些故事 都发生在一个地方 是哪里 东京 宋朝的东京 《十五传》里怎么说的 东京汴梁八十万进军教头 是吧 东京汴梁 就是今天的开封 开封是一座八朝古都 它已经有四千一百年的建成史 在北宋的时期达到了巅峰 一个人口超过上百万的繁华的大都市 河南省的考古工作人员 对这片大地 开始了细致认真的研究 这次有了惊人的发现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 开封 一座历经八代王朝的千年古都 北宋时期 这里曾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 一座横跨于汴河之上的桥梁 成为了当年繁荣与辉煌的见证者 时间来到2018年 一项重大的大运河文化考古项目 在河南省开封市启动 经过近四年的持续发掘 这座沉睡千年的周桥 及汴河两岸的巨幅石雕壁画 终于重建天域 其庞大的体量和精美的雕刻技术震惊世人 截至目前 周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共完成发掘面积四千四百平方米 其中 周桥及汴河固道的面试 以及大量文物遗存的出土 丰富了古都开封的宋文化内涵 完善了开封古城的千年文脉 成为中国古代城市文明 演进历程的重要见证 千年前的开封城究竟是什么样呢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 河南省开封市周桥及 汴河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的负责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刘海旺老师 掌声有请 刘海旺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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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 《开封周桥及汴河遗址》 所以大家会注意到一个词 周桥 对我们来讲好像很陌生 为什么会把周桥单独放出来呢 您认为在整个这次的考古当中 它非常重要吗 对 周桥是北宋东京城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相当于什么呢 比如北京我们熟悉的天桥 有这么一点相似性 大家之前听说过周桥吗 有人点头啊 你了解什么 我知道一首名为周桥的诗 愿文奇想 是王安石写的 是王安石写的 周桥踏跃想山交 回首挨湍未绝遥 今夜重闻旧屋叶 却看山月画周桥 王安石为什么会写这首诗呢 因为这个诗的名字呢 就叫周桥 这首诗呢 是王安石 在晚年的时候 因为他的变法受阻 他退机金陵 除景生情写了一首 回忆当时在汴京的诗 诗中的周桥 实际上就是王安石 在为朝政奔忙的时候 无数次经过的地方 在当时呢 他在为朝寺奔忙的时候 来到周桥 看到周桥明月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想到 他在金陵的家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回到金陵的时候呢 他又想到了 他在周桥 在他的心目中 周桥就是汴京 某种程度上说 就是朝廷 这首诗呢 应该说是表现了 王安石深厚的 甲国情怀 所以王安石 是回忆起了 自己这个打工的岁月 所以王安石 每天上下班 都要经过这里吗 这个周桥 在当时的汴京城里 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和地位呢 周桥呢 在当时他是位于 北宋东京城 玉节和大云河的交叉点 始建于唐代建筑年间 当时呢 因为他在周城的南门 那么就叫周桥 到了五代时期呢 他叫汴桥 北宋时期呢 因为东京城的扩建 他呢 有个大名 叫天汉桥 但是呢 在民间呢 仍然沿用他的俗称 还是一直叫周桥 北宋年间的开封人说话 跟今天的人 不知道这个口音 像不像啊 今年开封人怎么说 周桥 周桥呢 实际上在好多 北宋时期的文学作品 应该都有一些记载 特别是像水湖传 东京梦花路里边呢 都关于周桥的记载 在东京梦花路里边有记载 比如说 它的名字呢 叫天汉桥 正对大利益街 桥下呢 遍水东流 那么桥上呢 人来人往 两岸 价格楼 明月 光相社 周桥是当时的一个 文化的地标 到了明末 冲真 十五年的时候 因为一场大的洪水呢 周桥呢 就被彻底地淹没了 从那一刻开始 周桥就再也没有 出现在世人面前 所以这次的考古发掘 就非常非常地重要 说到北宋开封的桥 大家可能有直观感受的 就是张泽端的 清明上河图里 有一座特别大的桥 这座桥和周桥相比较起来 谁的规模更大 清明上河图上的 那叫红桥 而且是一个木构的桥梁 对 很多人会误以为 那个是周桥 其实是张冠李带了 我们周桥的发掘 主要是冲入北宋的周桥 最后发现了明代周桥 我们第一次真正把周桥 全面揭开的时候呢 感觉到非常的吃惊 我们没有想到明代的周桥 它的宽度竟然达到三十米 在当时的全国 应该说是比较宽大的桥梁 身临其境的时候 感觉到特别的震撼 所以我们从清明上河图上 能够感受到北宋匠人 建造桥梁的记忆 已经是登峰造析了 那么作为玉路上 最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的 周桥 它会带给我们怎样的震撼 那跨越千年的周桥 曾经到底是怎样的辉煌 接下来就请刘院长 为我们娓娓道来 让我们把热力掌声 送给刘老师 首先我想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们要发掘周桥 因为周桥是北宋 东京城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在中国的都城史上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都城 但是唯独北宋东京城 我们的考古工作做得很少 因为北宋以后 黄河的泛滥 厚厚的鱼撒就淹没了周桥 淹没了整个北宋东京城 所以说我们对北宋东京城的布局 此次通过一些考古勘探和非常少的发掘 有了大体上的了解 那么北宋东京城是我们中国都城史上 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从隋唐时期的封闭的礼方制 转到了北宋时期商业经济繁荣的这样的阶巷制 这样的布局 而且对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可是我们对北宋东京城的布局了解的不多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考古发掘 来对北宋东京城的布局有一个确切的了解 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努力 试图找一些关键的节点 对北宋东京城进行考古发掘 最具备条件的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周桥遗址 还有一个原因 在2011年我们开始 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 勉想对北宋的变和 也就是我们的大运河的一个最繁荣时期 进行考古发掘 揭示它的真实的面貌 但是由于当时各种原因 开封它的地下水位比较高 当时的心愿没有实现 那么到了近些年来 开封的地下水位明显地下降 而且现在我们正在建设 我们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包括我们开封古城的整个的修缮 保护 利用 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我们终于有机会 对周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因为周桥实际上在1984年 就进行了首次的发掘 在修建现在的中山路的时候 考古工作者已经对他有所了解 确定了周桥在《荣梦录》中 记载的这样的周桥 当时我们考古工作者 根据这个已经造成破坏的桥洞 就钻了进去 对周桥做了一个简单的测量 这就是当时发掘的这个场景 大家可以看到 当时的地下水位很高 而且发掘的难度很大 所以说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发掘 通过这次发掘 对周桥有了一个很初步的认识 我们知道 还应该说是一个砖和石构筑的 这样的一个贡桥 确认了它应该是明代的周桥 那么明代的周桥 它是不是跌压在宋代的周桥上面呢 是不是一个桥落桥的一个现象 当时并不清楚 那个时候还不具备全面的发掘条件 为了保护好这个周桥 而且不影响交通 遗憾地自能回田 那个时候的发掘 就留下了一篇 关于开封周桥的考古勘探和视觉的一个报告 和一张老的照片 那么明代的周桥 是不是建在宋代周桥的基础上呢 有这么一个线索 我们就从2018年的3月份 开始了对周桥进行发掘 我们先沿着84年发掘的这样一个探坑进行步方 非常容易地就倾到了周桥的这个桥面 从这个断面上 我们能够看到明代周桥上面呢 有三米厚的清代的地层 它是一层一层的路途 应该说非常的清晰 那么就说明在清代的时候 这条路仍然在使用 也就是说 从北宋东京城开始 一直到现代 开封就是千年的中竹县 一直没变 我们最关心的 就是宋代的周桥 和明代周桥的关系 我们发掘呢 也是按照我们田野考古学的这种操作规程 那就是说 我们从晚期的地层开始清理 那么由晚到早 实际上也是一个五字的天书 通过发掘呢 我们发现明代的周桥呢 它是一种大块的青石来铺的桥面 它分为左中右三条道 也就是三道 三幅 北幅大概就是十米宽 我们只是清出来了 中间和东边的这两幅 因为西侧呢 还有一幅 我们现在还没有清理出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周桥桥面上呢 和它的大量的这些砖瓦 这个呢就是明末 冲真十五年的时候 那个洪水造成的灾难性的一个场景 那么周桥的东侧呢 我们发现它有两边的燕刺 还有发现就是擦了栏杆的地幅石 在清理的过程中呢 我们一直想 把周桥的断面给它清下去 就是说看看呢 有没有宋代的基础 但是我们往东清理的时候 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小桥 明代周桥的主体上 又附加了一个小桥 这个小桥呢 应该是不早于这个万历年间 也就是明代晚期呢 又建了一个 应该是《如梦录》上记载的 就是建的金龙四大王庙 占折了周桥的一部分 作为它的主殿 那么明代的周桥呢 我们清理出来了 它的南北的长是25米 东西呢是30米 如果加上南北的这个燕刺呢 应该说是50米 那么发现小桥以后呢 我们又往东侧呢又进行了清理 那么中义就发现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宋代的石壁 那么它是作为宋代周桥的组成部分 可以明显地看到 明代的燕刺压在了宋代石壁的上面 它的前后的关系呢是很清楚的 那么到现在呢 实际上我们的整个周桥的本体呢 应该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 也就是说明代的周桥 它是一个供桥 叠压在了宋代周桥的基础上 那么通过对周桥本体的发掘 我们可以看到呢 周桥呢 它从宋代到明代 这样的一个变迁的过程 宋代的周桥是平桥 明代周桥呢 应该说在《卢梦录》里记载呢 周桥旗下就叫即便河 桥高水深 周过皆不去尾 它的桥的高度是6.58米 宽度呢是5.8米 桥墩是青石 桥的上部呢是青砖 做的三券三幅 那么桥的底部有好几层 这样的长方形的木板 作为木制的伐机 而且呢我们推测这个木制的伐机 很有可能是北宋时期的 包括青石的这个桥墩 它可能就是沿用了 北宋时期便桥的这个基础 我们看到呢这个是整个周桥它的本体 这就是明代晚期 附加这个小桥它的桥洞 从这个桥洞里边呢它和明代早期的周桥的桥洞 是相通的 这个小桥做的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到了明代晚期的时候 可能就是一个小的水沟 航运的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 那么关于明代的周桥呢 我们做了一个明代早期的周桥的复原图 因为当时呢就是便于朝运呢 这些物资呢 让这个徐达呢带兵去巩固西北地区 这是为什么明代要书郡便和 这个周桥它可以过这种大型的这个朝船 这次我们复原的宋代的周桥 根据东牛梦画楼上记载呢 周桥呢正对大内一街 唯由这个平船才能够从底下通过 这么其柱呢借位轻石 你看这些下边呢 桥下密牌石柱 进桥两岸借石壁 这个刁圈海马水兽飞隐之壮 这次我们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呢 做了一些推测 包括我们出头的大量的这些 各个时期的这些遗物呢 我们能够看到在北宋时期周桥的繁华 当时的周桥呢 往北呢是宣戴门 它是御捷官员呢 上要朝的时候在这个地方通过 但是呢周桥的南边 那就是店铺林立 一般的老百姓都可以在这样的店铺里边呢 来吃啊来喝呀 那么周桥实际上在北宋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普通公众和朝廷之间交接的一个地方 在《水河传》里边呢 杨子卖刀 它的场景就在周桥 上元节的时候 相当于划持游行的一个场景 甚至皇帝来看上元灯的这样的一个人老的场面 那么东京梦花路上呢 就携到了周桥夜寺 分夏月冬月 罗列了六十多种 诱人的这种各种的美食和小吃 有水饭摊 烤肉摊 肉布摊等 夏令司机的食品呢 有这个药木瓜 栗子糕 冬天呢 现烤现卖的油 猪皮肉啊 野牙肉啊 包括这个煎夹子啊 等等 应该说周桥夜寺 它是通宵杂战 不费寒暑 实际上运河呢 对当时东京城来说 它的商业经济来说 起到了一个先导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汉唐时期 特别是隋唐时期呢 这个城市呢 它是礼方制 而且是限制商业经济的 不是说到处都可以买卖 经营的 那么北宋东京城 为什么它能够用礼方制 就转到了这种繁荣的 结象制这种经济形态呢 实际上繁忙的 大运河起到了 突破性的一个作用 因为它这个城 或者礼方它可以关门 但是呢 河它不能关 而且呢 大大小小的船舶 它不可能定点 因为各种原因呢 它晚上才能靠岸 要卸货 那么沿河两岸 这些城镇里边 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河寺 那么在北宋中期呢 有一个日本的僧人 叫程群 坐大运河的渡船呢 去参 五台山 它写了一个日记 也就是游记 它其中 写到了 它晚上 到了南京 应天府的时候 不是现在的南京 而是当时的商丘 两里之内 两座桥 这个桥就是红桥 它看到之后呢 灯火通明 桥上 店铺林立 而且两岸的河寺 非常的繁荣 还有这么一个词 叫 纪月之声 摇文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 还有河寺乐 文献记载 南京应天府 河寺的繁华的程度 比周城里边都繁华 所以说呢 我们考古发掘 可以证明 这一点 比如我们在 汴河遗址 和南关码头 发掘的时候呢 两岸就发现了 大量的这种 房屋建筑 留下来的这些砖瓦 这些遗存 考古上我们认为 它是存在繁荣的 而且这个河寺呢 我们还可以从 著名的 清明上河图上 可以看到 它应该说 描绘的是 东水门 殿河 两岸的 河寺的一个场景 大家看到 红桥上面呢 店铺是林立的 包括你看 它用的有的遮阳伞 还有一些 骑马骑驴的 还有一些推车 也就是和文献记载 包括成群的日记上面呢 应该是非常的吻合 桥的下边呢 可以看到这些草船 通过这个红桥 那么沿途呢 它像这样的桥 还有很多 通过这一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在清明上河图上 应该有20多艘 这样的船在靠岸 你看 有这个 从船上搬运东西的 实际上也是一种 运河 河寺和码头 它的商品 经济的繁荣 所以说呢 我们经过 对周桥的发掘 可以比较直观地了解到 北宋汴京 以这个周桥为中心的 辩和的河寺 和的这个曹运 是息息相关的 晚唐寺人呢 皮士丘曾经写过一首诗 其中有一句 应是天窖开遍水 一千余里第五三 实际上从周桥 一直到相国寺桥 这一带呢 都是码头 停靠大量的这种操船 那么 汴河的水流平稳 它的停靠 非常的便利 特别是 北宋东京城 文献上也还有记载呢 站在周桥 然后北望 圈灾门 玉洁的两岸呢 还处立着 高大的这种缺柱 和富丽堂皇的 沿街的建筑 这是北宋的政治中心 桥的西侧呢 应该说区院馆 说是优众 有大量的管舍 周桥之南到朱雀门 是东京城著名的美食街 周桥的夜市说在 那么文献记载 包括历史学家呢 早已经证实 北宋汴京的人口呢 超过了百万 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而周桥呢 作为城市的中心 衔接起了政治 商业 经济 文化 这些功能 它就见证了 当时北宋东京城 城市文明的发展高度 历史上的周桥呢 是连接了汴京的水路 和鲁路的交通 那么如今的周桥呢 应该说我们这一次 发现的周桥 实际上是连接了 开封 北宋 东京城 它的历史 和开封城 未来发展 这样的一个文化符号 现在的开封呢 在周桥的附近呢 还有这个古楼夜市 还有其他的夜市 我们可以看到 各种各样的小吃 周边的这些城市的这些居民呢 经常的开车呢 来品尝开封的夜市的 这些可口的小吃 实际上这也是从背诵 东京到现在 它的历史的一个延续 谢谢大家 谢谢刘老师 刚才我们在刘老师的讲述当中啊 已经感受到了 东京变良城 周桥的位置 变河的位置 我们接下来就想让大家 更加近距离地去感受一下 刚才老师所讲到的内容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到我的同事丁渊渊 带领大家到周桥遗址考古发掘的现场 去感受一下 请看大屏幕 我现在就站在周桥遗迹上 目前发现的周桥本体 为明代早期所建 是一个砖石结构的单孔拱桥 大家看啊 这个桥面 南北宽有25.4米 东西宽约30米 可以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 双向八车岛 这种宽度大于长度的桥梁 在中国古代建桥史上十分的罕见 也足以看出 遍河两岸桥式的往来繁华 一城送运半城水 浩渺的河流 高耸的城坡 城内九四林立 山谷云集 桥下周船渔冠 川流不息 周桥明月是著名汴京八景之一 在这里可以嗅到浓郁的商业气息 可以看到蓬勃的市井生活 真可谓是花光满路 销谷轩空 繁华至极 虽然是遗址啊 但确实还是非常的壮观的 东京汴梁城的千年繁华 大家对这个东京汴梁 或者对今天开封有了解吗 有去过的吗 有去过 好 来跟我们聊聊 我去的还比较早 就是我初中的时候就去过一次 那时候就觉得 是一座很有文化的城市 很美 当时就是去了一些 比较有名的景点去 比如 清明上元那个叫 我记得有很多表演 我还背那个诗 背词 然后就可以让我进去免费参观 吃什么好吃的了 我记得吃了一个涮肚 特别好吃 开封最有名的小吃应该是什么 小绒包 灌汤包 应该说今天大家能见到的 这个灌汤包子 基本都是从开封这个滥商而来 刚才老师也讲到了 当年汴河两岸 夜市很繁华是吧 我们今天能够感受到的 很多的美食 其实都从那时候留下来的 对 那么到了北宋时期 这些商业各种各样的店铺 可以通乔打蛋 比如说你穿越到北宋的话 周桥夜市所有的店铺 无论白天 无论夜晚 你都可以去品尝 所以熬夜族 什么时候饿了都有饭吃 对 老师您好 您今天讲到周桥 让我立刻就想到了 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的红桥 那么东京城的这些桥梁 对于当时的城市有怎样的影响呢 像北宋东京城超过百万人口 这样的大都市 应该说它的面积是比较大的 有54平方千米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都市 而且呢 它叫四水灌珠 城里边呢 有四条河 有汴河 五丈河 菜河 金水河 这河呢 它就需要一些各种各样的桥梁 文献记载它有36座这样的桥梁 比如说咱们看到的清明上河图上的那样的拱桥 它是便于桥下这些潮船呢 各种各样的船只的通行的 另外呢 就是咱们说到了周桥 这种平桥 那么平桥呢 就和地面是相平的 就是鲁路好通行 但是呢 不利的就是它 水路呢 大船可能就没法通过 文献记载的北宋东京城的周桥 和向国寺桥是平桥 那么潮船呢 基本上就到了向国寺桥那边就靠岸了 就卸货了 那另外呢 还有福桥 福桥呢 就是为了特殊情况 或者临时交通便利的情况下 它就很快速地就搭建一个福桥 但这个福桥呢 它会影响水上的潜的通行 它不可能长期存在 另外还有吊桥 因为北宋东京城呢 是咱们都城史上 首次在都城里边修的 有共城的这样的一个防御 很坚固的这样一个都城 那么它的外城呢 一圈都是一些护城壕 在护城壕上啊 它应该是有一些吊桥 靠近城的这一侧呢 挂上绳子 然后就把这个桥呢 人通行的时候就放下去 城市需要这个防御的时候 它就把这个桥 就给它拉起来 这就叫吊桥 好 所以从目前来看 北宋东京汴梁的 这个桥梁的线造的技术 还是非常高超的 对 它的红桥 它的木构的这种跨度 应该已经达到了 非常科学的程度 而且在当时的汴河上 这样的桥特别多 是占主要的部分 因为它确实变于桥下 操船的这样通行 其实呢 刚才刘老师的介绍啊 已经能够让我们感受到 千年前 北宋东京汴梁城 它的繁华 这种繁华 会给我们一种 强烈的震撼 接下来请大家来看看 这次考古发掘当中的 重磅炸弹是什么 来 请看大屏幕 猛的一看好像 就是一些砖头瓦块 仔细看一看 发现不一样了 这些砖头瓦块上 好像有一些图案 为什么 这是一个京式的发现呢 这个巨幅的石雕壁画 是我们迄今为止 北宋时期发现的 唯一的 体量最大的 雕刻最精美的 高超的艺术作品 为什么说它是巨幅的 大家看看那个照片 上面有几个工作人员 看到了吗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 再看看壁画的比例 可能我们真人站在这儿 还没有下边的那朵 祥云的高度高呢吧 肯定没有海马的高度高 这是目前仅见的 全国首次发现 唯一的一个巨幅的 北宋时期的 祥瑞的石雕壁画 国宝了 大家看到我们 今天演播室的设计 包括我们这个背景图 大家现在回身看一看 有没有一种震撼的感觉 我们把这个浮雕上了颜色 能够让大家感受到 北宋的艺术气息 扑面而来 这是我们这次 周桥和辩合一职 考古发掘 应该说最精彩的发现 那么这个发现 我想请我的同事 我们周桥发掘 现场的负责人 周润三先生 给大家做介绍 那好 那我们就请刘老师 暂时休息 好吗 好 好 谢谢 我们待会儿见 我们掌声有请周老师 周老师好 欢迎您 刚才我们听刘老师讲到 包括我们看到两边的图片 背景图 确实感觉到一种震撼 尤其带给我们震撼的是 北宋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 这些壁画是如何被发掘出来的 您第一次看到这些壁画的时候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我们在考古发掘过程中间 我作为一个亲历者来说 主要的心情最开始 经历了一个比较紧张 到后来的忐忑 以及兴奋 最后尘埃落定之后的 一个必然的过程 是因为当时我们一直学书的 考古发掘的目标 是为了寻找宋代的周桥遗存 刚才我们刘海王院长已经给我们详细介绍了 整个的发掘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发现的桥 它是明代的桥 没有找到宋代桥 但是后期我们发现了这个石壁 当时我们的心情也忐忑 一方面是我们不知道 它是宋代的还是明代后期改建的 等到我们经过科学的发掘 以及一些检测 文献的一些查阅 我们最终确定它是北宋遗存的时候 我们当时的心情是非常兴奋的 考古发掘它是非常科学的 在这个科学的发掘的前提下 这个石壁它是一定会被发现的 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听得出来这个很科学 来认一认这是什么 这个像一匹骏马 如果在河里的话 我感觉像是一匹海里的马 海马 海马 第二位 我觉得虽然它的下半身 是骏马的样子 但是它的头好像是龙头 所以它应该是龙生九子里面的一种 应该不单单只是骏马 可能跟龙的信仰有关 河马 可能叫河马 它的身体的话就比较就像一个马 但是它的头上又有一个角 那就给它起名叫鹿马吧 我看谁观察得仔细啊 你已经观察得比它仔细了 这是个独角 它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 我看谁能发现 它的大腿两侧 还有它的小腿那块 都有那种类似于 鱼的两边的那种东西 但是呢 它又是飘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它是飞在空中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飞马 飞马 好 来 最后一位 我觉得它像麒麟 看它的蹄子是分半的 它可能会是麒麟 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掌声送给周老师 给我们带来 北宋巨幅石雕壁画背后的故事 各位好 现在呢 就为了给大家讲述一下 我们北宋石雕壁画的一个发掘的基本概况 我们从2020年的3月份开始啊 在各部门的支持下 对周桥的本体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 截止到2021年的10月份呢 我们基本上已经完全将周桥的本体 以及本体东侧的砖券小桥 还有周桥桥面上的 回于明末洪水的明代房屋建筑机址 都已经清理完毕 揭示清楚了 但是呢 我们对这个周桥的认识啊 仅仅是从一个平面上认识 但是它的立体结构是怎么样的 明代周桥下面是不是有宋代周桥 这个我们当时还不太清楚 所以说从2021年的10月份开始啊 我们首先就选取了周桥东北角的 雁翅区域进行考古发掘 从雁翅区域一步一步地往东侧进行清理 在清理过程中间呢 我们首先发现呢 在雁翅上它铺有青石板 所以说我们就顺着青石板开始进行清理 在清理的过程中间呢 我们发现在这个雁翅区域啊 它有一条比较明显的裂缝 这条裂缝啊 北侧是低岸 南侧是河道 我们就首先对河道这个区域 进行了考古发掘 在发掘到 距表面有30公分的时候啊 我们发现了有一些排列不胜规整的青砖 当时我们也没有特别在意 以为这个青砖呢 可能是当时的这个后期的房屋建筑的一些机制 继续地进行发掘 在进行发掘的时候啊 一点一点的清理过程间 我们突然又发现了排列比较规整的一些石板 而且这石板的面上啊 还雕刻有一些纹饰 比如说蝉织花纹 卷云纹 花草纹等等 等我们发现这了之后啊 我们的心情啊 突然间就提起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是青砖 下面是纹饰 而且这个纹饰呢 它中间呢 有缺失 当时我们想着 这会不会就是说 东京梦华书中的 来到周桥石壁 我们按耐着心情 开始一点一点地 向下部进行清理 随着清理的深入 这一批锐兽的图案就出来了 它的头像鹿头 也像马 还是独角兽 体型呢 非常的健壮 成一种奔跑的状 周围啊 看出来 两侧啊 还有一些仙鹤 周围 环一祥云 我们基本上都能确定 这个图案 就是孟元老 在《东京梦华书》中的记载 当时的周桥啊 近桥两岸 皆石壁 雕圈 海马水兽 飞云之状 但是呢 对它的年代的断定 我们仅凭 这一个图案 我们还不能完全地确定 那怎么确定呢 首先我们在考古上 要利用地层学的关系来确定 所以说 我们就继续向下步 进行考古发掘 我们想的是 发掘到这个石壁的 最底部 看看最底部的区域 叠压的地层 出土的遗物 是什么时期的 那么我们就能断定 这个石壁的年代 往东侧 我们继续发掘 我们想了解 整个石壁 它的长度 到这个年底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 能了解了 整个石壁的一个面貌 经过发掘了之后 我们测量 它的北壁的长度 是21.2米 整个的图案呢 是有三幅 我们现在三幅图案 是一匹海马 两侧 有两只仙鹤 组成中间 环以祥云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西侧区域啊 还露出来一只仙鹤的角 它是被明代的 燕翅所遮挡 每组图案 一匹海马 两只仙鹤 它的长度啊 是有7.5米长 所以说我们推测 有四组 刚好 它这个石壁的长度 是有30米 到下部的时候 我们能看到 整个雕刻油 文式的图案 它的通高 是有3.3米 到现场的时候 身临其境 才能更加感受到 它的雄雾壮阔 所以说下部呢 它是素面的青石 这个素面青石的高度 有两米高 这个距离啊 就是当时的水位线 因为当时的变河的深度啊 就到这个区域 所以说我们在北壁 发现了之后啊 在2022年的5月份啊 我们对南壁 进行了一些考古发掘 这是南壁 刚发掘出来的场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南壁的时候啊 我们上面有一些柱子 那些柱子啊 就是到七八十年代 我们建房的时候 这些区域 全部都已经淹没了 后人在建房的时候 说打的一些装机 我们在石壁上能看到一些白色的痕迹 这就是当时打庄时候留下的 同时呢 整个的这个分布啊 它有部分的缺失 这些缺失啊 就是在这个石壁 逐渐废弃了之后啊 整个河道逐渐淹没了之后 后人呢 他在进行一些建造的时候 把这石壁给取走了 整个的南壁 它的长度是23.2米 同样和北壁一样 也是布局基本相同 一匹海马配两只鲜鹤 但是呢 我们从这个照片上 我们都能看出来 南壁整体的清晰度的保存 是要高于北壁的 这为什么呢 就是说啊 北侧它是向阳面 太阳一直在照射中 经过几百年的使用啊 太阳的照射 水汽的侵蚀 造成了北壁的整体的清晰度 不如南壁 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啊 发现的整个的石壁 基本上啊 都是在西侧区域 被明代周桥的燕池所遮挡 它应该南北两侧 都是有四组图案 整个雕刻石壁的高度 是3.3米高 长30米 每一幅它的面积 将近100平方米 所以说我们现在发掘出来的 就是周桥东侧的石壁 南北两岸的石壁 将近有200平方米 那按照对称的原理 我们推测 在周桥的西侧 南北的两岸 应该也是有 同样的这个石壳壁画 总面积将近达到400平方米 同时呢 我们也将石壁的图案 和北宋皇陵 瑞秦的图案进行了一下对比 我们发现他们雕刻的风格 是非常的一样的 应该都是当时 北宋的官营的一些雕刻技法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地层的堆积 雕刻的技法 石壁的粘合技 石壁的来源等等 各方面 我们最终确定了 这个石壁就是 北宋时期的原真遗存 其实呢 我们在这个考五发掘过程中间 也经常提问 讨论 这个巨幅的石壁画 它是怎么样建成的 它为什么要建到这里 它这个图案应该叫什么名字 它有什么价值 现在呢 我简单给大家讲述一下 首先呢 大家来看一个故事 我给大家简单翻译一下 这个故事呢 就是记载于 北宋末年张之福的张氏可书中 当时讲了啊 在哲宗时期 张敦是一个神宗时期的 一个变法家 改革派 他当上宰相了之后啊 听取贾仲民 贾仲民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管理辩合的 一个官员 骑在这个周桥附近 起了两座高楼 又靠近桥 坐了有石岸 用吸铁灌漆凤 在建造的过程中间啊 一个大臣叫宋用臣 这个宋用臣呢 他是北宋时期 著名的建筑学家 和水利制水专家 宋用臣一次 经过着周桥料之后 看到两侧正在修石壁 站在桥上 看了一会儿 哈哈大笑而过 这个贾仲民呢 一看这种情况 心里都犯嘀咕 这怎么回事呢 宋大人为什么要 哈哈大笑呢 贾仲民呢 还是比较会做官的 比较聪明 就晚上啊 去偷偷地去见了这个 这个宋用臣 这宋大人呢 你今天为什么 要在桥上大笑啊 你给我讲解讲解呗 当时这个宋用臣 就给他讲解了一番 讲解之后啊 贾仲民就按照 宋用臣的建议 对这个石壁 进行了修建 所以说呢 这是当时 杂记中所记载的故事 从这个记载上啊 我们大致能知道 当时周桥石壁 修建的年代 就是张敦当宰相 在轴宗时期 是由宋用臣进行修建的 所以说 从这个故事来说呢 他为我们 在判断周桥石壁 修建的年代啊 建筑啊 提供了一定的资料 但是这个资料 是否准确需要我们 用考古的方法来继续验证 在我们自上而下 逐物清理的时候啊 我们无意中间 在北壁 发现了有些文字 这些文字呢 就是说 自下而上 就是上室 游山水 一层 宿面青石之上的 第一层是上 第二层是室 上室游山水 就这样 就相当于 我们上学的时候 说学的 X轴 Y轴一样 X轴 代表的是 自西向东西 12345678 Y轴 自下而上 上室游山水 这个就是我们推测 他当时 他的一种 技术的方式 我们在南壁 发掘过程中 也发现了有文字 经过我们这个 文献的查找啊 我们发现 北壁的文字 主要来源于 上大人 它是我们 中国古代 唐宋时期 比较流行的 孩童启蒙的 一个教材 上室游山水 这是比较简单的字 孩童启蒙 临摹所用的 南壁呢 是来源于 千字文 天地圆黄 宇宙洪荒 日月盈奏 陈秀列章 在这里呢 有人要说啊 千字文不应该 天地玄黄吗 为什么天地玄黄啊 这个地方我们要讲一下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啊 皇家都有一些个避讳 而北宋时期啊 宋真宗开始啊 他追宋 他的老祖宗 为赵玄狼 所以说从真宗开始 就是改玄为原 不再说着玄这字了 以后说玄 全部改写为原 这也为我们 断定时必的年代 提供了一个直接的证据 所以说呢 它这个编码 我们称为编码系统 横轴 全部是从西向东 是一二三四 纵轴 是再加上 汉字啊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啊 在修建的过程中间 按照顺序进行排来的话 比如说第一排 就是天 第二排 就是地 按照数字 从西向东 着次增加 它不会出现错误 这也是我们古代人 智慧的一种体现 就像我们现在 玩的一种拼图一样 背后有边门 我按住边门 一个一个放上 保证不会出错误 同时呢 有人还说 你为什么在周桥的附近 要花这么大的力气 在当时生产力水平 极低的情况下 来雕刻如此精美的 巨幅石雕壁画呢 首先我们要看这一幅图 这幅图呢 就是北宋东京城的 一个布局图 我们可以看到 周桥呢 位于北宋黄城 一直到外城的 一个中轴线上 它是御街与汴河的 一个交汇处的一个桥梁 同时呢 我们也知道 北宋时期啊 它这个东京城的御路 有四条 就是说红色的这几条 第一个 就是从黄城宣德门 经周桥 一直到外城的南巡门 第二个 就是周桥 往西侧到顺天门 从周桥 往东侧到新宋门 这个御路 就是古代的皇帝啊 皇家啊 每年要出行 说必经之地 外国使节 来进攻面前朝廷 这都必经之地 而我们能发现 周桥啊 刚好在这三条御路里 中心位置 所以说它就是当时 国家的一个形象的 一个窗口的一个展示 好东西我们都要用到这里 展示我们皇家风度和气派 所以说它的位置是在这里 另外一个呢 我们知道 北宋时期啊 这条南北巷的 中竹圈的御街啊 是比较重要的 它的宣德门到周桥这个区域啊 它的宽度有200步和现在的300米 根据考古发掘 我们推测周桥的宽度 仅有30米 所以说300米对30米 这个在都城的布局上来说 是比较别扭的 所以说呢 在周桥的两侧 我们建了雕刻 非常精美的巨幅石雕 祥瑞壁画 和周桥的本体 形成一个统一的建筑 长度将近100米 这样的话 和整个御街的宽度来说 还是比较对称的 在整个都城的布局上来说 还是比较规范的 所以说 这个壁画出现在这里 也是非常合理的 刚才主持人之前 也问过大家 这个图案应该叫什么 是吧 大家有说天马 海马 麒麟 这些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所能发现的 文献记载的 对它的介绍 也就是《东京孟华路》 中的记载 海马 所以说我们一直说的是 海马 我们可以统称谓 它是瑞寿 这个瑞寿啊 我们都知道 在中国古代啊 它是一种祥瑞的 一种象征 周桥石碧 修筑的时代啊 它是在宋哲宗时期 而这个宋哲宗啊 是北宋时期 所有皇帝中间 少有的 具有雄心壮志 开拓进取精神的 一个皇帝 他在当皇帝时期啊 政治还是非常清明的 象征了当时皇帝的人德 同时呢 也有当时那个统治阶级 还有社会的各阶层 追求国泰民安 向往幸福生活 那种愿望在里面呢 在这个新时代啊 我们在这个时期 发掘出来了 这个北宋时期的 巨浮石碧祥瑞壁画 我们相信 也是对我们 现在新时代的中国的 一种祝福 我们能看到 它的石刻 雕刻是非常的精美 同时呢 端庄大气 栩栩如生 我们印证了 关于营造法事中间的 它的石座制度的 相关的记载 同时呢 海马的图案 有直接昂首奔跑的 奋体如飞 也有回首凝望 呼朋引伴 同时呢 还有仙鹤在飞翔 展翅翱翔 这些文饰呢 各不相同 构成了一幅 巨浮的红篇长卷 这些周桥石碧啊 是我们目前 考古发现的 北宋时期的 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 不论从规模 题材 风格方面啊 均代表了北宋时期 石刻制度的最高水平 在陈寅雀先生啊 曾经说过 华夏民族之文化 立树千载之眼镜 造极于赵颂之石 我们周桥 巨浮石雕 小瑞壁画的发现呢 很好地印证了 陈寅雀先生的 这一观点 我的讲述完毕 谢谢大家 谢谢周老师 带来的精彩的讲述 接下来呢 我们请大家 跟随我的同事丁愿远 再次带领大家 身临其境地 走进北宋的 巨浮石雕壁画 到发掘现场 继续看一看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 是周桥遗址考古 发掘的现场 在我的身旁 就是此次 开封北宋周桥 遗址考古的 重磅发现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长长的石壁 精美的花纹 这是位于 汴河两岸的 宋代大型浮雕石壁 在经过 一千年的淹没之后 终于重见天日 两岸石壁 揭露出的长度 都超过了二十米 为世人了解 千年前的东京梦华 打开了一扇 新的窗户 进桥两岸 接石壁 雕绢海马水兽 飞云之状 桥下密牌石柱 盖车驾御路也 东京梦华路中 描写的周桥壁画 正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壁画上的形象 既有传说中的 神兽海马 也有仙鹤祥云等图案 如此精美灵动的浮雕 是北宋匠人 智慧与巧思的体现 也呈现出一种 独具特色的 中国式浪漫 大家有什么话题 想跟老师交流的呢 老师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在周桥两岸 这么巨幅的壁画 一定需要大量的石块 那在当时那个交通 不是很便利的情况下 要怎么运送这些石块 去铸造这个石壁呢 其实啊 根据文献的记载啊 北宋东京城的石块 主要是来源于 距离北宋东京城 西侧 有100余公里的行阳市甲鱼镇 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啊 前几天我刚去过 它的山呢 里边是土山 外边包裹了一层 等于说石头 这个石头啊 在取料的时候啊 是非常的方便 只要找准支点 一项下来都一大块 我们在这个区域啊 还发现了有一些石碑 这些石碑啊 就是当时奉命 去开采石头的 一些官员的 说留下的试迹 同时呢 我们对周桥的石碑 进行了一些检测 和行阳市的石碑地 断沟河和桑树坛 三个产地的石块 进行了一些 科学的分析比对 发现呢 它当时它的石块 来源于断沟河区域 我们知道 北宋时期啊 曹运水运是非常方便的 当时应该是材料石 雕刻好之后 顺水而下 一直到东京城 我们也再次掌声 把刘海旺老师 邀请到舞台上来 来 刘老师有请 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讲到周桥和辩和 那周桥当然是 跨越在辩和之上了 总体上来讲 辩和对于这座 重要的都城 它起到什么作用 可以说没有辩和 就没有北宋东京城 那么因为在 在隋唐时期开通大运河的时候 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把东南的粮食和一些物资呢 运送到当时的都城 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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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洛阳 那么随着大运河的开通 开封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因为它是水路交通的一个枢纽 那么它的地位就越来越高 那么从五代开始呢 逐渐它的作用呢 就超过了洛阳 长安 到北宋时期呢 就把自己的首都就定在了开封 就是因为这条便利的任何 从赵宽颖黄袍加深 慢慢开启了这样的一段繁华 也让我们一窥北宋便良的繁华 那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我们期待着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下一期我们还会继续请到我们的老师 为大家来精彩的讲述 来 我们起立感谢两位老师的到来 谢谢 刁车静珠于天阶 宝马争持于玉露 这就是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当中 记载的千年前的繁华 而今天的考古工作者 已经为我们揭开了 千年前的东京便良 非常繁华的一角 我们下期节目期待大家继续关注 为您来讲述 周桥与便和遗址发掘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考古公开课再见